今次我们来看一下三分挡拆战术,阵容需要,脚田,三分射手,和可以射中距离的篮板球员。 我叫现在的棋位坐,射,防,档的棋位。 射手只要走向挡拆的球员,防守球员就可以被挡下来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不是射,防,档的棋位,所以脚田首先要让过防守射手的球员,造成了射,防,档的棋位,之后射手就可以往脚田的方向走了,防守球员跟上的时候会撞到脚田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用三秒想想这一球如何操作吧。 赤木可以在左边补防,而这时鹰木有大空档。 这球传给鹰木可以轻松得分。 这一球是射防荡的棋位,但仙道巧妙地闪过了脚田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球不是射防荡的棋位,而脚田和神的距离太大。 中间有空位可以给木走过来封组。 当神出手的时候,鹰木的棋位靠近了,所以抢到了地板球。 这球是射防荡的棋位,木再一次被撞到。 神用了超远三分,先到封组的节奏错了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球是射防荡的棋位,木再一次被撞到。 但仙道不防成功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球开大就简单了,神往后行出大计,脚田第一时间去撞到神队位的球员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是一球,射防荡的棋位。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你猪我猪 我不懂说国语 做一个视频花上了很多时间 如果缺少了你的一个live 我怕我会支持不住 下次见